五岁一般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请拿出科学课本,请翻开第十四页 请在这里写上今天的日期,今天我们科学的内容的主题是 食物帮助我们成长,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食物帮助我们成长 我们来看这三个图片 第一个图片就是我们从妈妈的肚子出生后 就是幼儿,幼儿喝奶 然后过后再来到我们读幼儿园 慢慢慢慢的长大 读中学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长大的过程 所以我们很需要食物 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成长 小朋友们来看这个句子 食物提供能量给我们进行各种活动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食物提供能量给我们进行各种活动 什么是能量呢?能量就是我们吃了食物过后 我们具有很多的力气 具有能力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这三个图片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男孩 他在做什么? 这个小男孩他在做功课 所以食物能提供能量让我们想东西思考 然后再做功课 小朋友我们看这个视图 请问这个大人他在做什么? 这个大人他在搬大进的东西 所以食物能提供能量给我们搬东西 我们再看这个小女孩 我们再看这个小女孩 这小女孩他在做什么? 他在跑步 他吃了食物 吃饱后 就是就可以跑步 所以食物可以提供我们能量 我们才可以跑步 小朋友接着请翻开第15页 请在这里写上今天的日期 接着我们来复习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读一读 把正确的食物捲起来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读一读 把正确的食物捲起来 小朋友我们来看这个字 有营养的食物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有营养的食物 小朋友你们还记得老师教的 什么是有营养的食物吗? 营养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从食物中吸收需要的养分来成长发育 食物呢就是我们所吃的东西 我们来看 请问哪一个是有营养的食物 我们把它捲起来 请问小朋友 肉类是有营养的食物吗? 为了小朋友可以把它捲起来 薯片有营养的食物吗? 还是水果蔬菜是有营养的食物? 可以把它捲起来 小朋友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没有营养的食物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没有营养的食物 小朋友你们还记得老师教的 什么是没有营养的食物吗? 没有营养的意思就是对我们不好的食物 我们来看这三个图 我们来看这三个图 请问牛奶和面包有营养吗? 有没有营养? 牛奶和面包是有营养的食物? 所以我们不必捲起来 请问这个油气饮料可乐 它是有营养的食物吗? 为了小朋友可以把它捲起来 还有这个即食面快手面 它是有营养的食物吗? 为了小朋友可以把它捲起来 我们再看这题 动物所提供的食物 小朋友刚好说读一遍 动物所提供的食物 小朋友我们来看 这盘烤鸡 烤鸡是不是动物所提供的食物 配着小朋友可以把它捲起来 我们再看茄子 茄子是不是动物所提供的食物 茄子是植物所提供的食物 所以我们不必捲起来 我们再看这边 这个是肉类 肉类是不是动物所提供的食物 为了小朋友可以把它捲起来 我们再看这个句子 植物所提供的食物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植物所提供的食物 我们看 这是鸡蛋 鸡蛋是不是植物所提供的食物 鸡蛋是动物所提供的食物 所以我们不必捲起来 我们再看包菜 包菜是不是植物所提供的食物 灰的小朋友可以把它捲起来 我们再看南瓜 南瓜是不是植物所提供的食物 灰的小朋友可以把它捲起来 今天的科学课上到这里 谢谢 小朋友请把其余的功课做完 谢谢 再见